出了淮南 他们并没有等到 云青护对的出现 反而等到了太后的杀手 萧楚没有时间多想 估摸着是云青半途出了纰漏 眼下重要的是 带着这俩不会功夫的人逃命 只是双拳难敌四手 况且这杀手 个个都是顶尖高手 要想逃脱 还真不是简单的事情 一个念头 闪现在凤灵溪的脑海 也许这就是老天给他的指引吧 萧楚一手将两人护制身后 手持长剑横在身前 低声道 若是有逃跑的时机 赶紧逃命 凤灵溪刚想说好 萧楚紧接着道 这丫头还请小兄弟 务必要安全送到我大哥那里去 我尽力 小孩道 二十名杀手摆开阵来 将三人围的水泄不通 僵持半想却并不行动 萧楚精神高度紧张 一粒粒陡大的汗珠 顺着鹅脚留下 凤灵溪心知他此刻的压力 为了打破僵局 慢慢举起双手 却忽然往怀里一掏 看暗器 谁也没料到凤灵溪 会突然闹这么一出 听见暗器两字 黑衣人下意识抬手挡护 待放下手来才瞧清 一地的桂花高 信任而苏 凤灵溪颇为可惜 这可都是钱啊 自己还没来得及吃呢 便宜他们了 就这凤灵溪 吸引了杀手注意力敌袋 萧楚常见一挥 当即斩下两颗头颅 打开一道缺口 凤灵溪拉着小孩 慌不择路地逃 眼睛却一刻 也不曾从萧楚身上挪开 只见男人胸口臂膀 不一会儿便满是刀伤 他也是心急如焚 小心 见那明晃晃的刀光 迎向萧楚的背 凤灵溪急地大喊一声 萧楚瞬间侧身躲过一劫 这箱还来不及庆幸 凤灵溪只觉得手中一清 原来有个黑衣人 见他俩落单 一下从他手中 掳走了小孩 上天有好生之德 妾要三思 苦海无涯 凤灵溪服额 咱能不能再状态一点 萧楚见惠灵被俘 烧一分神 背上便受到重创 很快凤灵溪 也被两个黑衣人 堵住了去路 咱有话好好说 看暗妾 凤灵溪暴声喝道 其中一人见他又往怀里摸 魂不在意 料想这人又是摸出几个糕点 就是这份掉以轻心 让他失掉了性命 这次凤灵溪掏的可不是糕点 而是当初在山上 萧楚给他让他去捕猎的短刀 没想到 现在却派上用场了 一刀抽出 直插心脏 那黑衣人倒下之时 眼中还净是不可思议 凤灵溪不敢耽搁 手未离刀柄 一把抽出 带出一串血水喷洒到脸上 身上 转身 也未看清楚眼前人 只管将刀刃翻出 横批一刀 另一人也堪堪倒地 凤灵溪这才回神一瞧 原来那一刀是 割入了黑衣人的梗子 他看着自己的双手 使劲吞吞口水 他杀人了 他真的杀人了 正此时 三个侠客装扮的人 侧马来 为首的是一个轻衣男子 萧楚余光一扫 便知是大哥曾经的护卫云青来了 只是那轻衣沾了血迹 想必也遇到了阻隔 凤灵溪一剑救兵来了 再一戏瞧 除了那轻衣人 他不认识 另外两个却是萧杰和夏淳 剑夏淳四肢剑拳 活蹦乱跳的 他也来了一桩心事 这才哆哆嗦嗦 往树下靠去 不管了 剩下的就交给他们吧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萧楚会在这时倒下 萧楚一见云青和萧杰 本就筋疲力尽 又失血过多 被人一掌拍着心口 便轰然坠地 封灵溪屁股还没坐到地上 一下就跳了起来 萧楚 主子 萧杰大惊失色 弃了马加入战圈 云青去追纳掳走小孩的黑衣人 夏淳和萧杰继续战斗 经过萧楚的浴血奋战 和凤灵溪干掉的人 这黑衣人还剩下一半 即便如此 萧杰和夏淳两人 应对起来 胜算却并不大 萧杰将战圈引至高地 让凤灵溪带萧楚先行离开 看着萧楚身上触目惊心的红 凤灵溪只觉得头晕眼花 心中惶惶不安 赶忙扛起萧楚往秘林中走去 萧楚身量高 又是酒精沙场之人 看起来虽不壮硕 但却都是实实在在的重量 凤灵溪被压弯了腰 吭吃吭吃 憋出了一脑门的汗 饶食他使出了吃奶的劲 半途也摔倒了好几回 待云青三人就回了小孩 生情了杀手头目的时候 哪里还有凤灵溪的影子 那女人带着王爷 去哪了 说话的云青 这次出门 主子交代的任务有两个 一是安全带回王爷 二是保护好小孩 现在王爷不知所踪 小孩也在方才的打斗中 受了伤 情势危急 我让皇 啊 那个女人带着王爷先走了 放心吧 顺着这条路去找 一定能找到的 消劫道 此时天色已经慢慢暗了下来 凤灵溪看着周围纵横交错的小路 几乎没什么区别的数 他发现自己迷失在 这片密林中了 转头看着地上的消除 凤灵溪最后的一点希望 就要破灭了 消除可能正的会被自己害死 夜幕降临 他找了一处避风的凹地生了火 接着又把消除一道火堆旁 探了探鼻息 这才放心地离开 他拿着短刀 砍下许多树枝藤腕 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做了一个 足够消除一人大小的藤兜 然后脱下自己的外衫 撕成布条 编了一个五指粗的麻绳 绑在藤兜上 第二天天一亮 凤灵溪便带着消除出发 不过今天他做足了准备 将消除翻上往东 把布绳往肩上一打 使劲一拉 凤灵溪又开始 漫无目的地寻找出路 当日头一到凤灵溪头顶的时候 他终于眼前一亮 抹抹头上的汗 不禁笑开了花 消除 我们有救了 眼前是一条不算宽敞的官道 顺着这条路一路前行 不到一个时辰 便走到了热闹的镇上 此时 凤灵溪的肩上 已经磨出了血痕 脚底 想必也都是血泡 但现在他不敢停下 他怕自己单个片刻 消除便没了机会 找到一家医馆 凤灵溪肉疼地掏出 自己便卖园子的钱 全推到大夫面前 大夫 把这人救活 凤灵溪气喘吁吁道 他这一路 可真是吃尽了苦头 累得虚脱 那大夫眼皮一番 瞅着他道 我看 还是先给你看看吧 别到时候 把他就回来了 你走了 那中年大夫 三指一搭 龙飞凤舞地 开出一个方子 交给小童去煎药 你在旁边等着 我来给他瞧瞧 大夫这才弯下身 与一旁的徒弟一起 将人抬到一榻上 直到消除全身被摸了个遍 那大夫方开口 凤灵溪都要怀疑这人 是不是故意占人便宜了 你是想救他 还是想弄死他 凤灵溪吓了一大跳 当 当然是救他 我看不像 瞧瞧这身上的擦伤 大夫将消除衣精扒开 露出后背 给凤灵溪看 这 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凤灵溪只看一眼 那惨不忍睹的背部 就不想再看第二眼 可他也没办法 若不然他真没别的本事 把他带来医馆 还有没有的救啊 凤灵溪道 那大夫双眉一粒 你这是在质疑我 不敢不敢 当我没问 凤灵溪知道行医的人 脾气多多少少 有些怪异 比如那个薛唐 于是低眉顺目地站到一旁 那大夫拿出许多 瓶瓶罐罐 仍在病榻上 随后 开始解消除的腰带 行至一半 手中却一顿 转头看凤灵溪 你是他什么人 凤灵溪摸摸脸 我说我是他儿子 你信吗 见大夫翻了个白眼 他才正经道 我是他妻子 于是大夫便一把扯开了 消除的衣服 三两下扒了个金光 你捏捏 你做什么 也不先打个招呼 凤灵溪又着五指 挡在自己眼前 嘴里惊呼 贼溜溜的眼睛 却从他那毫不遮掩的指缝中 朝消除的肉体窥探过去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我可是问你了 你说你们是两口子的 大夫发现 这人可真难伺候 那啥 我去外面坐坐 凤灵溪屁股一抬 掀起帘子去了大堂 他虽然肖想的男人许久了 但他也是个矜持的女子 对 要矜持 到了大堂 屁股还没做热 凤灵溪就见街上 闪过一个青涩人影 这个小镇并不繁华 来回马车并不多 何况是骑着高头大马 招摇过世的 凤灵溪一眼就认出 那是昨天来接他们的人 刚想叫一声告诉他 他们在这里 声音到了嗓子眼 却又被他咽了回去 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滋长 转头看着 那将消除与他隔绝在 两个空间的灰色不连 也许 他渴望了很久的自由 就在自己能守可及的地方 如今他已经二十了 他没有时间 再去试探消除的心 没有精力去应付 步步危机的朝阁内乱 该是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想通之后 凤灵溪豁然开朗 消除 也许就是他人生中的 一场镜花影 渴望不可及 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搜了得干干净净堆 在大堂的柜台上 最后悄悄掀开不连的一角 留恋地看了一眼 躺在病榻上的人 凤灵溪揣着那只短刀 转身离开 凤灵溪离开不过一天的时候 他就有些后悔了 倒不是后悔离开了消除 他是后悔当时 把所有的钱都留在了医馆 他压根就忘了 消除身上还有不少票子呢 这下那大夫可是赚大发了 矛盾了许久 要不要回去跟大夫商量商量 把自己的那份钱还给自己 但是又怕刚好撞上消除 于是一咬牙 还是离开了小镇 没有钱寸步难行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他可算体会到了 望贤镇地处咸江 肚子提出抗议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下一个小镇 问了一下路人 说这里叫做望贤镇 南府看咸江 因此得名 凤灵溪想着一直饿着肚子 也不是个事儿啊 正在凤灵溪苦于无济温饱时 眼前上演了一出闹剧 爹爹 你不能把我嫁给他 一身烟红嫁衣的新娘子 哭成了个泪人 你的卖身器都在大少爷手中 你不嫁他 还想嫁谁 当爹的显然不想理会 凤灵溪双手抱胸 看了一会儿 弄明白事情的经过 十分通俗 十分狗血 十分常见的赌徒老爹 卖女儿的案例 赌徒老爹欠了钱 把女儿卖给了债主 而女儿有个 秦定终身的青梅竹马 不过 债主是个年轻男子 样貌端正 身形也不错 新娘子哭得撕心裂肺 我不嫁 我已经跟怀明定下终身 不能当诺 你给我闭嘴 还嫌不够丢人吗 老爹气急败坏 上手就要打闺女 好在被一旁的新郎制止了 嘖嘖嘖 凤灵溪嘖嘖摇头 准备离开人群 却不料正此时 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这位小姐 我看这新郎衣表人 财 温文儒雅 你为何不肯嫁呀 白衣男子斩着折扇 轻轻晃动于胸前 一幅枝蓝玉树的模样 凤灵溪眨眨眼 这不是大梁的四皇子 上官秀马 这四难得有不躺床上的时候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担心自己被上官秀认出 凤灵溪像一条泥丘一般 窜出了人群 这头刚躲过上官秀 还没来得及喘口大气 一头又撞上了熟人 薛唐皱着眉 看着这个扑了自己满怀的女人 你头怀送抱 也要看清人啊 我可不是消除 凤灵溪捂着 自己被撞得额头惊道 怎么是你 怎么就不能是我 薛唐挑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怎么在这里 凤灵溪忙把她 拉着一个僻静的小巷子 小声问道 你怕什么 这个镇上的通缉令 早就被清干净了 看着她一副贪生怕死的模样 薛唐忍不住在她头顶敲了一下 哦 我忘了 凤灵溪恍然大悟 这才又拉着她 大摇大摆的出来 还没走出巷子 薛唐猛然揽住她的肩膀 将人狠狠抱入自己的怀中 力气之大 让凤灵溪差点没骨折 喂 你你发什么疯 凤灵溪脸扭曲成一团 被压在薛唐的胸前 薛唐将头埋在她的肩膀上 嗡声嗡气道 我以为你死了 来找你失身的 呸 我看起来像短命的嘛 凤灵溪立马脆道 她就知道 这拥衣嘴里 没一句好话 幸好你伏大命大 薛唐喃喃道 凤灵溪觉着 自己最近的运气很不错 夺过了再次进宫的命运 又在身无分文时 遇上旧有 你能不能请我吃饭 吃完你再借我点钱 吃完饭 薛唐带她去了 自己落脚的客栈 门一开 凤灵溪只觉得有些猛逼 为何她会出现在你的房间 凤灵溪指着 房间里的白衣男子道 我们属于结伴型 薛唐理所当然道 你也知道她的怪癖 身边若不跟着大夫 很可能会一年早逝 好久不见 不知该如何称呼姑娘 里面的上官秀 笑得一脸灿烂 萧楚她死了吗 叫我灵婉吧 萧楚没死 不止她没死 她大哥也没死 所以大梁的和亲对象 最好还是选择司马腾 就是委屈了七皇子一些 凤灵溪道 说起来 我倒是很好奇 这时在旁边 白弄银针的薛唐开口了 你怎么就舍得离开她呢 凤灵溪摸摸脸 心道 我有那么不要脸吗 自由才是我这一生 所追求的东西啊 况且 她当时昏迷不醒 确实是一个好机会 错过了 估计 我会后悔一辈子 你说她昏迷了 凤灵溪万万没想到 萧楚醒来之后 既没有被她大哥的人找到 也没有暴跳如雷 而是一脸茫然的 坐在病榻上 问那大夫 我是谁 半月山庄 主子恕罪 云青办事不利 未能将王爷带回 云青单膝跪地 垂头道 隔着一扇水墨屏风 里面一个人影 缓缓走出 雪白的执巾长袍 腰束月白祥云纹的绣纹腰带 其上只挂了一块 玉智极佳的清玉 形状看似粗糙 却古朴陈玉 乌发用一根月白丝带 随意绑着 没有冬灌 也没有插簪 额前有几缕发丝 被风吹散 和那发带交织在一起飞 犹如浩月之姿 男人凤目一瞥 与萧楚颇为相似 愚蠢 我辛辛苦苦 设这么大一个局 你倒好 不仅让那小孩受了重伤 还把萧楚根丢了 其实让云青安安稳稳 接回萧楚 而不被人发现行踪 很简单 但是他想趁此 向太后宣战 萧楚递回来的消息 告诉了他 回京会经过的路线 他便故意将 萧楚必经之地的文书 全部清除 这样的异端行为 必然会引起太后的注意 当然以那女人的智商 估计也只能觉得是 萧楚在京城的旧部所为 只有一条倒撤了文书 说明他们一定 会路过这些地方 故意引得杀手出现 然后生情 逼出一份供书 交给中午侯司马月 由他去向太后讨个说法 只要将太后的丑行 招告天下 他们的第一步便成功了 云青很是汗颜 他家主子别的不行 就是脑子好使得过分 跟随在主子身边这么久 一点聪明才智都没学到 云青自己都有些鄙视自己了 不过 你也不是全然无惑 至少有一件事 你办成了 抓回了一个活口 云青不敢接话了 因为他知道 每次主子 在表扬完之后 总还会有个但是 但是 萧楚不回来 你是准备 让我重回朝堂 去与那变态的老女人对峙吗 萧景音量越来越高 足以见其怒火 你倒是说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云青抿了抿唇 小声道 我再去找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便是草长英妃 思涛遍地 上官秀早在得知 萧楚的消息之后 便要返回京中 去为拒绝太后 提议换人的事情周旋 凤灵溪怕他半路 管不住自己的嘴 依然让薛唐与他同行 薛神医的内心是不愿意的 他是来找凤灵溪的 既然人已经找到 还管别人做什么 不过这上官秀 好歹是邻国的皇子 并且听说大梁的老皇帝 死了之后 真正掌权的人是他 这若是有什么闪失 动荡的 可是一整个国家 于是 薛唐带着神圣的使命 送上官秀上路了 薛唐走之前 将凤灵溪安置在了 一个偏远的村子里 并留给他了相当少的银钱 紧够虎口 你就给我这么点钱 凤灵溪不可置信的 看着自己手中 肉眼都能数得清的铜板 贤少 你要知道 这些钱已经够一个人 省吃俭用活一个月了 薛唐挑眉 那个 我以前可是过着 锦衣玉食生活的人 你觉得省吃俭用 四个字符和我的气质吗 凤灵溪道 再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好吃懒做的种子 已经在我的生命中 生根发芽 我不能这么轻易地扼杀他 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自己对你 实在是太过分了 凤灵溪点头 所以 我给你备了许多 腊肉和咸鱼 薛糖转身 将厨房里的粗布揭开 荤菜已经有了 至于素菜 我在后院辟了一块地出来 种了些青菜 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吃了 看我为你想的多周到 嗯 我献你八辈祖宗 凤灵溪心道 你有这些心 还不如多给他一些钱 一切不就轻松解决了吗 我走了之后 你别乱跑 免得到时候 我再回来 找不见你 薛糖道 其实他牢牢把住 财政这关的主要目的 是让他寸步难行 这样才能老老实实等到他回来 凤灵溪站在那 摇摇欲坠的茅屋门前 又腰撇着嘴 我就这么点钱 还能跑哪去啊 薛糖走后 凤灵溪看着手中的铜板 又看看那能从年头 吃到年尾的腊肉和咸鱼 心生一计 第二天一早 凤灵溪挽了个村姑头 穿了剑挥布麻衣 挑着一袋腊肉和咸鱼去了镇上 并在心中 默默给自己给自己取个名号 腊肉吸尸 不好 咸鱼吸尸 啊 还是算了吧 刚走到街上 便听得几道喊打声 以及狗肺声 凤灵溪的八卦之心 熊熊燃烧 他怎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凤灵溪这人 虽看热闹不嫌是大 但也有自己的原则 那就是一定要离 热闹圈一丈远 免得波及到自己 靠在墙角 听得一群人 拳打脚踢慢骂着 原来是有个疯子 偷了人家狗盆里面的吃食 这会儿 不光狗不愿意了 狗主人也不愿意 臭药饭的 还不赶紧放下馒头 给我滚 我没有抢你家狗的馒头 一道虚弱的声音夹杂在其中 凤灵溪掏出一个果子 往身上擦擦 边吃边听得正津津有味 猛然听见这声音 差点没把盒 给吞了进去 卧槽 这特么是出现幻听了吧 那你手里抱着什么 还不赶紧拿出来 小心我打死你 狗主人气急败坏道 我没有 男人坚决道 凤灵溪扒拉着 往里瞄了一眼 只见一个衣衫破败 灰头土脸的男人 被人打得直不起身来 却紧紧护着怀中的东西 等等 凤灵溪叫住那一群人 慢慢走上前去 小灵啊 我知道你心底善良 不过这事你别管 今天我非得把这小花子 送到官府去 凤灵溪以灵婉的名字 在这里落户 为人热情豪爽 很快赌方周围的人 便都混熟了 刘叔 这人跟我朋友很像 能不能让我看看 凤灵溪陪着笑道 啊 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刘叔不敢相信 但却将手中的人放开 凤灵溪走近 那个劈头散发的男人 那人一动不动 依旧将怀里的东西 护得紧紧的 当初他鼓起了多大勇气 才将人留在了医馆 若就这么 乔归乔路归路 从此相忘于江湖 也许凤灵溪 很快便能忘掉消除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只是这样的生活中 没有他最想相守的人罢了 不过也不是不能忍受 可如今 自己不过 就是看个热闹而已 老天又再一次将这男人 送到了自己面前 凤灵溪颤抖着手 拨开男人的头发 露出那张脏惊息 却让他死也不会忘掉的脸 真的是你 凤灵溪难难道 你是谁 男人见这个小女人 目光呆滞地盯着自己 切身问道 我是 凤灵溪愣住 这人失忆了 还是自己认错人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凤灵溪压根儿忘了 周围还有一群人 就这么一把僵人 本就破烂的衣服扒了下来 哎哟 这光天化日的 伤风拜俗悠 伤风拜俗 周围响起了一片唏嘘声 男人白皙的脊背 裸露在空气中 凤灵溪看着他肩胛骨处 争鸣的伤疤 那是他当初再犯月池 就踏实留下的 真的是萧楚 姑娘 萧楚惊吓地叫了一声 心到这姑娘 看着清清秀秀 怎的 做事这般豪放 那个 凤灵溪转身朝刘家人 陪着笑 这人是我朋友 不过 我想他可能脑子 出了点问题 刘叔大人大量 不要与他计较 至于他拿了什么东西 由我来陪 真是你朋友 刘叔胡怡 凤灵溪点头 既然是你的朋友 那就算了 不过可没有下次了 刘叔最后又将那疯子 瞪了一眼 方带着人离去 看着人群远去 凤灵溪这才呼出一口浊气 你认识我 凤灵溪一转头 便对上萧楚那想无防备 清澈如潭的双眼 你真的认识我 我是谁 你又是谁 跟我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妻子是谁 她在哪里吗 萧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自称是自己朋友的人 迫不及待 想要了解她的身份 前面领路的人 顿住脚步 转身歪着头看她 虽说 这人失去了记忆 可好像并不傻呀 问的问题这么有条理 凤灵溪的恶趣味 事实兴起 其实我跟你也不熟 只知道 你将奈壮壮 凶 壮壮 萧楚目瞪口呆地消化着 这个十分接地气的名字 梁九又道 那你知道我妻子 在哪里吗 妻子 谁说你有妻子了 凤灵溪继续往前走着 医馆的老板 你没有妻子 她瞎说的 凤灵溪随手摘下一颗狗尾巴草 叼在嘴里 春风真是疑人哪 真的 你爱信不信了 凤灵溪不慎在意道 你说的话 我自然是信的 萧楚的声音有些轻 凤灵溪正愣 她果然是忘了 自己之前的鬼话连篇 不过此刻的萧楚 也让她看到了脆弱的一面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陌生 和恐慌一定很难过吧 也不知这些日子 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看着她一身蓝绿 想必过得很糟糕 死即此 凤灵溪又想到方才 她被人为 宫的情景 唉 我说你真拿了 刘淑家狗的馒头啊 凤灵溪问道 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愿相信 萧楚眉头微皱 似被人误解了般不高兴 才不是 我是为了救这个小东西 这时 萧楚才把 紧紧捂在怀里的东西露了出来 一撮毛茸茸的小黄毛 晃动着正脱了出来 接着一颗圆滚滚的小脑袋 最后整个瘦小的身体 我看见她去那大狗盆里抢吃时 那大狗差点将她咬死 我才去将她救了起来 萧楚缓缓道 看着小奶狗的眼神 甚是怜爱 凤灵溪嘴巴张得老大 这 这就是你一直护着的东西 高高大大的男人 小心翼翼抱着一条 巴掌大的小狗 这情景简直让人心生暖意 凤灵溪又是好笑 又觉得可悲 堂堂摄政王 宁国的扛靶子 什么时候沦落到如此境地 将来等她恢复记忆的时候 估计再也不愿想起 这段黑历史 走吧 回去给你们一大一小 做点吃的 凤灵溪看着那一人一物 眼巴巴地瞅着自己 心里一下就软了 在此期间 由于经费不足 凤灵溪无奈之下 终于学会了做饭 当然 做的那些只是勉强 可以称之为饭 到了小茅屋 凤灵溪先是给萧楚 备了水梳洗 又拿出薛堂留下的衣服 给她 趁着萧楚洗澡的时间 她也拿了小木盆 给小奶狗洗了个澡 小奶狗虽然瘦小 但是洗完之后发现 也是个美狗胚子 忽散忽散的圆眼睛 时时刻刻闪动着 可怜巴巴的水光 凤灵溪将狗毛擦干之后 举起来端向良久 则则 将来可要把你看紧了 等萧楚洗完澡 凤灵溪又将狗交给她看过 自己奔到厨房 给两位大爷做饭吃 腊肉 鱼干 腊肉 鱼干 看着自己面前丰盛的午饭 萧楚摸摸怀里的小奶狗 有些担忧道 这些东西 她现在还不能吃吧 于是 凤灵溪又去给狗大爷 煮了一锅青菜粥 虽然卖相并不好 但这小狗 却是吃得津津有味 凤灵溪盛了两碗米饭 给萧楚一碗 一张破旧的桌子 围着一男一女 和一只狗 倒也和谐异常 饭后 风餐露宿了半个月的萧楚 终于躺在了床上 一闭眼便进入梦乡 凤灵溪走近时 才发现床上的人 正一脸痛苦地发着冷汗 嘴里呻吟着什么 就是醒不过来 凤灵溪慌了神 揣上这几日赚的钱 刚出门口 又折回提了两提腊肉 这才朝镇上的医馆奔去 把玩卖 问了几句 大夫开了个方子 无碍 只是他腹中长久未进食 忽然吃得猛了 又全是重味荤菜 难以吸收消化 抓了要吃上几顿便好 切记要调养 不要胡吃海 以清淡流食为主 凤灵溪连连点头 待看大夫要走 还是忍不住上前挽留 大夫 我这朋友前段时间 不知发生了什么 忽然失忆了 您能不能再给看看 是什么原因 能不能治好 大夫一时间没有表态 他是撞伤了脑袋 后脑有淤血 我想他的失忆 可能跟此有关 等哪天淤血散了 自然就会慢慢恢复 也许十天半个月 也许一年半载 当然 一辈子也说不定 大夫道 啊 凤灵溪心吓一沉 说实话 当他看到萧楚这般落魄的样子 他是怎么也不愿相信的 不可一世的风华无限 到如今 懵懂单纯任人欺凌 不过 你多给他吃些 活血化鱼的补品 该是可以恢复的 大夫说完摇摇手 便离去了 凤灵溪照顾萧楚之半夜 才沉沉地在床边睡去 迷糊中 却一直有个问题 在困扰着他 到底是任由他这般 平凡地过着日子 还是尽力 让他恢复记忆 如果恢复了记忆 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 萧楚会不会记着他的好 选择放他一马 以萧楚那为达目的 不折手段的性子 八成不会 更重要的是 他在他心里根本就 毫无分量可言 这是凤灵溪 自己的认知 第一天 天微微亮 萧楚便醒了 昨日的一番折腾 他是有些感觉的 却不清醒 只知道 大概是自己病了 现在一起身 便看见扒在床头 睡得正香的人 心下难免责怪自己 明明是自己寄人下 还登堂入室 纠战雀巢 于是赶忙将人抱起来 放到榻上 这时才发现 他怀中 还抱着那只小奶狗 萧楚忍不住 弯了弯蜿角 小心地把小狗 从他怀里抱了出来 掩好被子 几个不慎清晰的美梦之后 凤灵溪悠悠转醒 正了半想 才惊觉自己在床上 摸着下巴思考了一下 应该是萧楚所为 毕竟他是不会相信 一只小奶狗 能把他搬到床上去 莫名的好心情 让凤灵溪迎着阳光 闪了一口大白牙 来到后院找萧楚 只见男人穿着 一身骆驼的淡青色圈衣 手中持着斧头 虎虎声微地披着柴 而那个小奶狗 蹲坐在一边 小脑袋随着 男人手中的斧头 晃来晃去 娇喊可爱 阳光正好 清风徐徐 凤灵溪 微扬着脸 一脸惬意 又从容地沐浴着阳光 等等 雄壮壮 一声高亢的叫声 滑破长空 凤灵溪插着腰 目光要吃人一般 看着一脸无辜的男人 怎么了 适应了自己名字的 雄壮壮不确定地问道 现在已经什么时间了 都是因为你 我今天的工作又迟了 这可怎么好 凤灵溪一转头 风一般朝外奔去 他得去跟谢老板解释一下 毕竟他可不想丢了工作 现在这个又小又破的家里 又来了两张嘴 可怎么样活得起哦 在宫中坐着龙椅的凤灵溪 从来未曾想到有一天 他竟会过上 为了生计而发愁的日子 唉 真是天意弄人啊 这边凤灵溪 脚还未夸出大门 胳膊便被人扯住 不用着急 你不要再去做工了 我来就好 男人一脸真诚道 啥 凤灵溪被雷住 这话听起来 怎么这么让人想入非非 这不是小两口之间 才会说的话吗 我说 在你这里打扰 我很过意不去 但是 这世界上 我没有认识的人了 只有你 所以 你不要赶我走 一切活我来做就好 包括养家 萧楚弯着眼睛道 将他拉 进屋里 让他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 凤灵溪被养家两个字暴击 脑袋里晕凉呼呼了好一会儿 那以后 我们撒除了卖辣肉咸鱼 可就靠你养活了 放心吧 萧楚翘着嘴角回道 椅子上的人 正正地擦擦了口水 则则 以往阴至深沉的男人 居然有一天 会笑得这么阳光无害 并且 对象还是他 这简直跟做梦一般 这萧楚对他越好越贴心 他心中就越出的慌 晚上甚至还做了一个噩梦 梦中萧楚 梦中萧楚面目猙獰 似笑非笑地拿着一把匕首 逼在他喉间 阴侧侧地问他 你选择想怎么死 他颤颤抖抖回道 我 我 我想选择跟你一起死 男人眼睛一眯 荧光一闪 凤灵吸醋 床上的人突然抽搐 猛地弹起身 借着月光环视周围 原来不过是场梦而已 擦擦额头上的汗 这才发现 自己的衣服都汗湿了 此时凉踏地贴在身上 好不舒服 凤灵溪光着脚下了床 现在已经深春 半夜倒是没了一点寒意 先喝了口凉茶 压压惊 这才点起了灯 去翻找衣柜 这个世界的一切 对此时的消除来说 既危险 又有着无限的吸引力 他想知道 自己究竟是谁 是什么样的身份 还有什么亲人 其实他看得出来 灵溪有事情瞒着他 他到自己 与他是泛泛之交 对他一点也不了解 可他一个姑娘家 却愿意收留自己 在自己遇到窘境时 愿意出手相助去 所以 他绝不相信他说的话 尤其是说他叫 熊壮壮 这样缺心眼的名字 打死谁他都不会信的 但他却不否认 这女人对自己并无怀心 辗转反侧之际 忽见对面屋里 透出了点点昏暗的光芒 萧楚不放心 起身披上外衣去瞧瞧 萧楚发誓 他真不是故意的 并且没有偷窥的癖好 并且他一点也不 并且 好吧 即使再怎么摘清自己的罪名 他现在确实是亏见了 人姑娘的身体 萧楚本是轻轻扣了扣门 奈何里面 正钻进衣柜的人 并没有听见 萧楚等了一下 着实不放心 这才将门推开了一条缝 勘勘 往近看了一眼 目光便震住了 迎着摇曳的烛光 凤灵溪背朝着门口 拉到纤细光洁的腰背 隐隐危险的蝴蝶骨 像是上天亲手雕刻而出 尤其是背心偏左的地方 一朵烟红的桃花 开得艳丽非常 灼灼其滑 像有生命一般 萧楚近视一时 没有一开眼 凤灵溪似有感应 觉得有道目光 正灼灼地盯着自己 吓得猛然裹住衣服转身 他万万没想到 会把萧楚抓个正着 屋里 男人微微垂头 看着怀里的小奶狗 眼睛恨不得 要将他头顶的毛 一根根数个清清楚楚 凤灵溪已经穿好了衣服 隔着一张桌子 坐在萧楚对面 此时正一脸纠结地看着他 抓住萧楚的那一刻 凤灵溪的内心是拒绝的 他绝不能相信 萧楚会来偷看他换衣服 绝不能相信 那个从来对他嗤之以鼻的人 现在居然成了大色狼 可事实摆在眼前 你 萧楚不等他把话讲完 便一抬手 示意他不要讲话 我发誓 我不是去偷窥你的 一我是半夜 看见你屋子里的灯亮着 担心是不是有什么事 二我事先有敲门 可能你没有听到 三在灯亮 却没人应门的情况下 我会猜测 你是不是已经遇到什么事情了 所以推门 只是正常举动 似我只是看到 你背上的抬起 才会一时忘了 自己的余理不合 五归跟到底 这种事情 到底是对姑娘家名声不好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娶你 你意下如何 我 我竟无法反驳 凤灵溪被他说得目瞪口呆 从来没看出 这萧楚居然是个嘴炮 凤灵溪被这一番攻击 居然开始觉得 是自己理亏了 搞得跟偷窥的人是他一样 等等 你说 我背上有胎记 凤灵溪这才抓住 萧楚那番话中的信息 萧楚点头 你娘没有告诉过你吗 你那胎记形状 像一朵盛开的桃花 大概一个茶杯杯口的大小 烟红色 姿态妖娆 似有生命一般 我是姑儿 凤灵溪道 这萧楚 果然是失忆了 萧楚似有些诧异 随后声音温和道 对不起 没什么 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回去睡觉吧 再折腾下去 天就要亮了 凤灵溪回忆一笑 凤灵溪对于胎记一事 并未记挂在心 只觉得找到了一件 能证明自己的东西 却不曾想到 就是因为这个胎记 会引出将来那么多的 腥风血雨 当然 这都是后话 第二日一早 凤灵溪挤起床 跑到茅房放水之际 忽然想到昨晚 萧楚说 如果她愿意 她就娶她 系好衣服 凤灵溪一拍脑门 悔不当初 真是错过了个 绝佳的好机会啊 这天萧楚说 要出门去找活计 凤灵溪叮嘱了几句 注意安全 按时回来吃饭的话 便由她去了 回头一想 自己怎么搞的 跟她婆娘似的 要是萧楚她一直失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直 过这种平淡宁静的生活了呢 凤灵溪摸了摸小狗的头 这天 萧楚风尘仆仆地回来 一脸笑意盎然 猜猜我找到什么活了 凤灵溪有些欣喜 找着了 什么活 衙门师爷 萧楚说 这话的时候 颇有些得意 凤灵溪眉头一抽 此刻的萧楚 真正是像一个 乡下的穷小子 师爷 虽是官府的佐治人员 却连官都算不上的 这样一个活计 至于这么来劲 要是知道你以前 是咱宁国的摄政王 他估计萧楚得晕过去 萧楚从怀中掏出一个 粗糙的钱袋 递给凤灵溪 我跟他们谈的报酬 是按劳所得 案件论大小 来支付报偿 那 这是今天的工钱 给你 厉害呀 熊壮壮 难道这第一天 就解决案件了 原来萧楚这个师爷的活计 也算是天上吊馅饼 砸在他头上的 原来的衙门师爷 退职去参加秋市 今天萧楚半路抓了的扒手 将人扭送至官府门口 那毛贼破口大骂 并叫他没有权力 这般强制拉人到官府 萧楚听后面不改色 张口就把宁国的律令第几条 第几令 什么罪名 当处何行一字不漏说给他听 正巧那县太爷舔着肚皮 从衙门出来听见了 二话不说 拿着他进府祥谈 便这么将他师爷的职位 定了下来